這次來玩這款遊戲 建造英雄 放置家庭大冒險 走吧 我們去天堂吧 如此可愛的怪物 錢交出來 錢拿出來 我靠 旁邊那位促神 輸出竟然跟我一模一樣 砍斧頭 這款遊戲感覺好像會紅 是不是 做得很不錯 建造台階 開秀 旁邊那隻促神 真不愧是一名中泉 繼續改 來繼續建造 來繼續建造 有人在你求救了 去救他 懶呆女的 哇 他們產生了禽獸 能夠呼吸 怎麼只有CPR 為什麼 莉莉亞 男生還是女生 不理他了 這真的幹嘛 我先去砍樹好了 他能打殭屍嗎 不能小看他 他開槍耶 哇 他竟然開槍 我們可以回轉 1200金幣耶 好啦看一下 好啦我現在金幣 大幅增加了 那我現在是要做什麼 有沒有什麼任務可以讓我做 建造 勾火 他們在幹嘛 那狗 跟那個莉莉亞兩個人 難道 他們有不可告人的關係 還可以讓他去建造耶 好我們來建造牆面 喔這隻狗可以負責幫我戰鬥耶 其實像這種無人島 之類的遊戲啊 就要做到像他這樣子 這是要搭配一點刺激概念嘛 好 而且他不可怕 那種 這邊要看廣告了 啊 好猶豫喔 哇 他跑掉了耶 他早知道看一下廣告 因為我想說可以多蓋一些東西耶 銀行家 下一 會怎麼樣 喔他給我鑽石 怎麼會有銀行家 在哪 在這裡啊 接受 我剛剛看到他說明說 不需要網路連接耶 那我把網路關掉好了 欸 網路關掉確實耶 還是可以耶 那廣告耶 靠北 這樣子還有廣告可以看了 我也真服了你 是還不錯啦 那個 但是 目前這樣子看來啊 啊 如果你沒有開網路啊 廣告沒辦法看了 算是一個雙面刃 除非有去廣告的 那靠北還真的有耶 530 庫庸盧兵漢花150塊 喔 好啦 剛剛看了廣告也夠多了 那我現在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這邊還可以把人救起來耶 沒有救一個人就要看一次廣告 這五分鐘我大概看了快十則廣告了耶 這還有一個人要救嗎 好 把他拖起來了 你看 這一次是女的喔 兩男一女 再搭一名畜生 好像不錯 上司也能遊上來 所以寵物還有什麼 欸 還有貓耶 機器人啊 小雞母雞公雞 還有魚 還有牛 哦 哦 畜生也很豐富 那我現在還能做什麼 這邊是進度啊 所以可以解鎖更多的場景 還蠻多的耶 好啦這邊都是可以進行建造的 我有五千多塊的啊 能蓋就蓋一蓋喔 我覺得玩這款遊戲嘛 大概五百塊 五百三嘛 這去廣告要花了 那理財人真正的達到 離線遊玩了 建造地毯 我先不要看了 開槍打也實在是太犯規了吧 欸 這樣子就要慢慢蓋起小屋了 然後這算是第一階段了 還不錯的遊戲啦其實 這上方這是什麼 這邊就是任務啦 還要建造寫字台啊 椅子啊 之類的 算是可以玩很久了 蛤 繼續建造 慢慢有家的感覺了 這名是什麼 救援者 我按拒絕耶 他躺在那邊耶 怎樣 他們兩個在幹嘛 在說一些什麼事情啊 兩個男生在做什麼 剛剛不是有一個女的嗎 這邊還有美人魚耶 你幫他點擊他 我來看一下有什麼特色喔 有超過一千種免費的建築材料啦 還有 有趣的交互設計 交互剛剛就有看到了 就像CPR那些喔 然後還有天氣 有雪天 暴雨 晴雨還有風沙喔 等等 這大特色還是在於可以離線遊玩了 但是就沒辦法看廣告了 除非 除非 你就是一會開一會關這樣子喔 那本質還算是不錯的 有花錢體驗會更好 遊戲就示範到這裡喔 大家掰掰